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静永 欢迎收看台湾讲庭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曾经对福贸协议语重心长的指出 服务贸易比货品贸易困难之处就在于 货物它可以有名单 可以致力于去除关税 就可以达成目标 但是服务贸易就涉及到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甚至于是各国的基本原则的问题 因此它的复杂度就更高了 李显龙所谈论的 当然指的是新加坡的状况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独立 国际承认的正常的国家 在面对福贸问题的时候 尚且如此的战战兢兢 台湾和强大的邻居 中国来签订福贸协议 政府却是十分的清算 黑箱作业 丝毫没有考虑到两岸之间 复杂的政治问题 只是一味的声称 利大于弊 实在难以令人民信任跟福气 从1949年以来 台湾跟中国就长期的处于准战争的状态 一直到现在 双方仍然没有正式的宣布 终止战争状况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那就是一直到此时此刻 中国仍然部署了上千的飞弹 对准我们台湾 随时都可以发射 台湾和一个随时准备打过来 吃掉我们的强大邻国 要签订任何的条约都不得不多考虑 考虑以防万一 以策安全 台湾跟中国经济制度的迥异 使得政治上原本就对立的两岸两国 在签订福贸货贸的时候 问题就更加的复杂 简单的说 中国所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的商业行为表面上 好像是单纯的商业 实际上都是属于国家权力 行政权的延伸 相反的 台湾的商业是自主性相当高的自由经济 政府只能够有经济的政策 行政的管理权 政府不能也不会过度的来干预企业 台湾的企业只要能够遵守政府的法令 甚至于是专法令的漏洞 政府都不能够强行来插手 台湾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这么重大的差别 就决定了两国在签订福贸的时候的不对等 不平等的状况 中国可以为了统战的政治考量 来贴补商业的行为 法治的台湾却只能一旦法有名文要开放 就不能够不开放 也只能够吞下 让对方借由福贸来进入台湾的市场 福贸问题不只是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它更是台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